11月5号由房祖民和郭彩杰主演的电影《意外的恋爱时光》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那前不久呢 成龙在出席活动时呢 就主动提到了小龙女 那对这事情呢 房祖民又会做出什么回应呢 一起去看一下吧 听说当时林凤娇老师听说两位要演情侣的时候觉得很登队很般配 所以才决定让你来演的是吗 对 如果是跟我演对手戏那个人 她觉得就是不太配 她说就不会 但是我妈妈很喜欢采接 我不知道为什么 聊完母亲林凤娇 下面就该聊聊父亲成龙了 在电影《警察故事2013》的北京发布会上 成龙首次主动提到了小龙女吴卓琳 出乎了台下所有媒体的意料 里面很多这种经验呢 跟我生的经验差不多 比如说忽略了 忽略了家庭 在我生活中就是如此 常常见不到女儿啊 常常忽略了家庭的 而几天之后的这场发布会上 身为成龙的儿子吴卓琳的哥哥 房组名自然就成了媒体们追问的焦点 但由于提问的话筒始终被主办方牢牢控制 记者们只好在发布会临结束之前 扯着喉咙提问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发布会到此就结束了 好吧 不好意思 我们的发布会到现在结束了 谢谢 谢谢 我等一下上网看一下 我还没看到 因为我最近都不在国内 所以我怎么样先看一个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帮你打聚会一下 西路加线 北京赛报报道